2020年出涉木耳种植 喜获丰收 你看了去年中国呢 赚个50万 50万就是跑过这20万 我自己冲击的时候 还赚30万 2021年迅速扩大了 近一倍的规模 45个大棚却出现严重危机 今年是财人的 今年是少人的 这比较财呢 大棚木耳因河掉落 木耳俊邦又因河腐烂 都就看着呢 今年这个监产 是管理的问题 还是这个窘暴的问题 欲知节目详情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木耳赋状记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山西西部的旅梁山区 既是黄土高原典型地区 也是革命老区 中阳县就位于群山起伏的土石森林区 近年来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谋求乡村振兴发展 这里找到了一个 适合山区发展的农业产业 通过政策帮扶 技术帮助 引导农民 种植当年生 见效快的黑木耳 很快 黑木耳产业 在中阳县 规模发展起来 颜艾生就是当地的一个种植大户 颜艾生就是当地的一个种植大户 对 床里抓了 这一条 这一条 刚刚不停 那他的节课来到 就跳起来 他来到扬了都要不要 可以扬了都要好的同理 不想把他扔在地上 扔在地上扔在不开心 那我就给他表示 哎呀 性格开朗的他 现在脸上少见了笑容 密布脸上的基本都是愁容 八月 颜艾生大棚里的木耳菌棒 就开始出现问题 长出来的木耳在菌棒上坐不住 没等采收就纷纷往下落 越来越多菌棒 也开始变软 情况越发展越严重 四十多个大棚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状况 这让他越发有些不知所措了 求助农户颜艾生 山西省旅梁市中阳县人 种植木耳两年 出现问题 大棚木耳掉耳严重 木耳菌棒变软 减产严重 接到求助后 帮小哥赶往了颜艾生的木耳种植棚 那我看一下 您这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 你看你看这一块 这边是地上全都是那个掉下来的木耳 这全部是掉下来的木耳吗 现在地上这些不是成熟的 不是成熟的 不是成熟的 这绝是耐耳 耐的掉下来 这些什么情况下它会掉啊 一脚水 那个水一零 它自己就掉了 酒水以后就掉了 那地上这些是您刚浇过水掉下来的 昨天晚上脚水全部掉下来的 这成了滑河的这个耿部圈呢 哎呦 一下掉了 哎呦 这也掉了 烫就下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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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掉了 木耳生长期需要每天浇水 润湿耳片 促它生长 可现在 菌磅上的木耳轻轻一碰 就从菌磅上脱落 浇水更让钓耳越发严重 这钓就是一晚上就地上就钓这么多 一晚上就钓这么多 你看这一坡 你看这一坡 你看这一坡全部是铺满的 这些去年是采耳的 整年是扫耳的 这比较采耳 颜艾生种的都是黑木耳 木耳在菌磅上生长 由菌磅提供营养 当耳片长到三到四厘米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采收了 可颜艾生的这些黑木耳 没等到收 就纷纷地从菌磅上落了下来 每天的扫耳 成了无可奈何的一个事情 就看到那地上好多木耳 本来我还想着 它怎么不捡起来拿去卖掉 但是你仔细看过之后 才发现有好多是烂的 还有一些特别小 就自然脱落的 是没法卖钱的木耳 全都在地上 这些老百姓就是不只有这儿了 这就是地下截耳了 这掉下的那烂的 就全部是这样的 客户赶紧卖出去 让你骂死了 你现在一个街市 不管干什么 你这个窗巷的 你将来干这个 苗年不干的时间 我就骂就骂了 那苗年和你再干 这个全是烂的 让你没你干什么 也都黏糊糊的 然而 让颜艾生着急上火的事 还远远不止是吊耳 是不是这个棚严重的伤签 这个棚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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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 全部就是黄了 这全都发绿了 是吧 全部发绿 你看你这里边 全部发绿了 正常颜色 应该是白色的吧 应该是白色的 开始那个绿的吧 最后开始就是正的 花红的 正常先是白的 然后慢慢开始发黄 慢慢就是发红了 发黄之后就变绿了 变绿了 那就说您这几 这几道发黄的 很快也就要变绿了 很快就全变绿了 变绿以后 时间长就变黑了 先是白 然后变黄 然后变绿 然后变绿 然后就变黑了 这最后就全变成这了 这些就我们慢慢就去 逗逗这 再往过去再也十多天 就全变成这了 这一串上面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对吧 八个就一个正常的 八个里面 只有第一个是正常的是白色的 剩余七个全是发绿的 这棚怎么全是绿的呀 全不是绿的 这有点木耳 这木耳全部不着 一点不着了 全是死亡 没有一个木耳 栽培模式 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栽培模式 因为我之前见过那种 就是地栽 有那种架子 然后您这怎么都串起来的 吊子带 吊带栽培 吊带栽培 严爱生的大棚木耳 采用的是吊带栽培 也就是把一根根菌棒穿起来 像风铃一样 充分利用大棚的空间 严爱生一串 就吊了八个菌棒 一个四百平方米的大棚 就有两万磅 菌棒数量远远高于 一亩地一万磅的传统地栽模式 吊栽木耳在相同的土地面积 能得到更高的产量 在管理更好管理嘛 管理怎么更好管理法 管理一个就是说 你这边到前天是下雨了下了 你自己能存在啊 如果是下雨下到 你把这个棚木可以画下来 控制这个游算啊 大棚不仅有棚模 还有遮阳网 能为菌棒遮阴挡雨 可就是在设施权 管理方便的大棚里 今年菌棒却接连出了问题 现在颜爱生的四十五个木耳种植棚 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出现了问题 眼睁睁看着菌棒在一天天恶化 焦急之外更多的是不解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颜爱生所说的茶 行话叫潮 指的是木耳菌棒出耳周期 一根菌棒上密布180个左右的出耳孔 温度适宜的时候 耳牙会逐渐从小孔中钻出来 湿润的环境中 耳片快速长大 抢先出来长到三四厘米的 就成了第一批木耳 鲜木耳要经过晾晒 为的是要去除鲜木耳里的一种 容易引发过敏的 哺林类光感物质 在晴好的天气下 两天后晒成的干木耳 已经去除了大部分的光感物质 可以上市了 所以农户们说的木耳产量 指的都是干木耳产量 肝掌菌 采收过后 木耳菌棒也要停水几天 菌棒里面的菌丝 会获得氧气恢复生长 就能促进下一批次木耳的生长 盐爱生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管理 并没有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 第一潮产量又很高 他觉得找这样下去 一定好过去年一个菌棒平均 1.1两干木耳的产量 但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第一次看看出的还挺好 第二次出来看看行 第三次出来就不行了 整个状况却完全不坏 你说一下今天这 两个白黄子 五十个材料都上不去 你说这种种 咋也不对啊 你说这人自己的问题 自己下不出问题 我管理哪一个话就出问题了 去年我徒年了只赚了个三十万 今天这我也包了二十五个 我自己的二十个 中国四十五个棚 四十五个棚我摔下去下来 早点摔了一下 大股花摔了一下 下来 估计下来就能配个 哎呀十五多二十个 也是因为去年种的顺 比通常一个菌棒 一两的平均产量高出了一千 给了盐爱生很大信心 除了在身边帮忙的小儿子 今年还把在西安打工的大儿子 也叫回到村里 特地把大儿子 我儿子就回来了 他自己愿意回来吗 那看到这个产业 他也愿意回来 愿意回来试一试 人家还叹口气什么意思 今年不行 本来人家还不如在那边去 在那边人家一年整个十几二十万 去年还可以吗 因为去年第一年弄你知道吗 你菌棒 只要菌棒没问题 你知道吗 其他的肯定没问题 但是今年你看 菌棒你知道吗 就出问题 有问题 我就回来你知道吗 是木耳丸的 下半年我就不去 大了是吧 到了 到了 今天这个院子够宽敞吧 够宽敞的 家里边遮住啊 我们这山上的以前嘛 遍地全是门 哦 是吗 是啊 那全是野生的嘛 种植这一块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 从来主任 可能是下的那个书记 反正他两个支持性很大 我书记都是在 这个门呢 你在国家号召 反正你也是个党员 你给他带他干爹吧 国家补住 这么早当的力度 补一磅就补到一块五 去年一块五 今年一块三嘛 他发展这个 就是通平之后 那主事为了 给群众有一个 很稳定的收入 弄了算 我说可以啊 把儿子从城市拉回山村 颜爱生嘴里说是 儿子看好了这个产业 其实还是他心里 早有了一个盘算 这个市场患者 如果患者起来以后 我准备呢 就一下子弄那个百八十个庞 还想再把贵王扩大 再扩大以后呢 我就准备呢 在我们当地的农户 肉骨 肉骨呢 你是什么骨呢 就是那个劳动力骨 另外呢 一个就是为了大家知乎 再一个这个门呢 能长期地生存下去 最起码是在十年以内 能发展下去 是 是 因为我们这儿一个就是 有个好处就是一个空气 一个是我能高画面的温洞 这些深入有种这个号码 我一个是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再一个我想就是 扔在一身中吧 总得给这家乡做点事 弄得基本就是留点好名吧 最脾气的冤枉呢 就是说通过你们 也可以是找这个专家 给我们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那都要看就是 今天这个坚钱 是管理的问题 还是是拥抱的问题 您放心 您这边的情况呢 我这边也都了解了 我会帮您去找一位 一个项目专家 让他来帮您解决一下 您所面临的这些困难 新乡嘛 我是7月20号走 7月20号去 它当时水就一米深左右的时候 这个车就可以 后面拽了四五条船 然后那个车上在拉人 那个可以走 后来水深了就走不了了 我就用水深 用水深去那边跑 再推 喜欢越野的纪战军 驾驶爱车出去探险 参与救援 但更多的是跑山林 找寻和观察 他十五年来 投入精力最多的食用菌 来 走啊 跟上 注意安全 好几个大蘑菇 你看这个蘑菇够大吗 这个是和双蘑菇是一个数的 而且你看 你看咱们把这个刚采过蘑菇 这个部分 你扒出来 它下面就是它的菌丝部分 这就是它的菌丝 看了吗 你闻这个树叶它会有典型 这种蘑菇的香味 多年学习研究 季战军已经成为了黑木耳种植行业的 技术型专家 这三年来 受聘来到山西的一家生物公司 做技术顾问 就扎根在了山西 代学生 也给当地的食用菌企业和农户 做技术服务工作 乡土专家 季战军 河北省成德市人 研究食用菌栽培15年 多年从事食用菌技术服务工作 一说这个木耳 反正我先想到这个东北木耳 就觉得那边应该是种植面积比较大 这品质是比较不错 您怎么选择到山西这边来 一开始来山西的时候 和你有同样的疑虑 因为黄土高原 前期过来考察发现 在中央这个地区 特别适合这个黑木耳的种植 吸引季战军的 是吕梁山区的中阳县森林覆盖率非常高 属于木斧郡的木耳 菌棒原料来源方便 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1400米的海拔高度 夏季很少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同时具备比较好的温差条件 这对于木耳种植来说 山区环境适宜温度较大温差 这几项都是生产优质木耳的有力条件 季战军也更愿意帮着把当地山区这项产业做起来 但即便是在市仪区发展 它也有一些隐忧 食用军这一块包括黑马 它是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 这面都是这个新产区 它农户掌握的技术就更少一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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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季战军季老师 您好 延伦 季老师 您忙延伦哥看看 他现在种的这个木耳 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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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现在我们这个是吊而吊都不行 季老师 你看一下 这个软的像棉花一样 嗯嗯嗯 这个棒 它是软了就坏了 这边就是好多都是这种 软的发绿的发肥 嗯嗯嗯 还是比较普遍的吧 对 这种绿颜色 软的特别啥 它这军丝肯定是死了 军丝肯定是已经死掉了 还能出而出来了 这种的肯定是出不来了 看你没办法 它里边全是绿美了 它没有木耳的军丝了 嗯 咱们在这给它解剖一下 你看 它里边的军丝已经完全死掉了 就是你在这看 它是没有军丝了 如果是军丝活着的话 它不会绿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军丝啊它就会 就会活起来 菌棒铺开 里面呈现的是白色 说明木耳菌丝还活着 而发绿的菌棒 里面已经找不到活着的白色菌丝 培养料已经发黄了 它为什么会绿 不是绿了之后菌丝死 而是先菌丝死亡再绿 它这里边 现在有的菌丝是绿美的菌丝 咱们看见绿颜色的叫孢子 它的孢子是经过菌丝生长之后 才会长孢子 它菌丝活着的时候 它对这个 对这个绿美啊一些杂菌 它是有抵抗力的 死亡了之后就没有抵抗力 就像这个动物或人一样 你死了之后很快的就腐烂了 那你这是不是厂里面 这个菌量太少 这个菌袋里边 菌丝数量和你接种的数量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你接一毫升菌种 和接十毫升菌种 只要最终长满了就行了 大量菌棒变绿 严埃生开始怀疑 是菌棒有问题 是不是菌棒里的木耳菌种少 才让杂菌多了起来 可纪战军却说 菌棒只要是白色 说明菌棒里还没有什么杂菌 那么木耳的菌棒里都是些什么呢 一般都以木屑作为主要培养料 制成菌棒 经过高温灭菌后 完全没有杂菌的菌棒里 注入木耳菌种 菌种获得培养料上的营养 在适宜的温度下发出木耳菌丝 渐渐的白色的菌丝就会布满菌棒 像颜埃生这样的木耳种植户 都是从企业直接买回 已经长满菌丝的木耳菌棒 进行下一步的出耳管理 白白的菌棒原本都没有其他杂菌的 全是木耳菌丝 可现在木耳菌丝全都死了 菌棒变成了绿霉菌的地盘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发生绿棒的异常是有前兆的 颜埃生的大鹏最早的一场 就在出第二朝木耳时 开始钓耳的 人体那个每天就在这儿了 我们主角每天就是扫耳了 区皮就是这么大 我们这不就这儿了 我们就每天就扫耳了 钓耳是这样 你没发现钓耳的 全部都是这种嘛 你看它这个钓这种 它钓这种你看 那它这个红了 它就没有白色菌丝 正常黑马耳生长 它会有这种白色菌丝 它是靠这种菌丝 给它往上供应养 它只要菌丝一死了 它不是根不连接了 是整个都没根了 它没根了 它连接什么连接 掉落的木耳根部发红 已经失去了菌丝连接 而健康的木耳和菌丝是连接的 根部是白色的 因为第二茶采吧 我们发现就这上面有封坑 开始就有封坑了 你第二茶采的时候 大约是几月份 就开始有红根 20 7月20几号 7月20几号 是吧 7月20几号 也就是说是 那你第一茶采完了 第一茶采完了之后 有没有过就是采取一些这个技术手段 比如说晒袋啊 或者是停水啊这种情况 过的那些东北那些技术员 就是根本就是第一茶采完以后 它让晒个两至三天待 两至三天是吧 就是把粘网全部都去掉 就是直接晒是吧 晒袋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温度 能有能气温能有多少度那会儿 当地最高温能晒了个三十五六度 三十五六度是吧 这个温度小点高 去年晚我们这儿就 最高温度就能晒个三十度 有没有感觉到袋里边温度 肯定要比气温高在晒的时候 晒的时候肯定 应该就是说袋里边的温度 应该比气温高 对 因为这上面有成泼模了 这个模里边肯定比外面的温度 嗯嗯 三十五六度 晒了三天到四天是吧 晒了两至三天 两至三天 嗯 再多了三天 这就是两天多一点 不断询问中 纪战军发现 颜艾生在这个期间 似乎做错了什么 他们所说木耳晒袋 就是出完一朝木耳之后的管理 晒袋的时候 木耳大棚停止了每天的浇水工作 原来白天给木耳闭光的遮阳网 也要收起来 让郡邦暴露在阳光里 郡司经过几天的休养生息 达到腹状后 才能保证下一朝的产量 颜艾生的确是让郡司休养了 但却赶上了当地的一次少见的高温天气 主要原因在高温 这种黑的部分 这都是就是让高温给它晒伤了之后 里边这块细菌感染之后融化掉了 死了 完全死掉了 它现在好多已经就是腐烂 腐烂了之后 腐烂了之后 它就形成一个黑眼圈 形成一个黑眼圈 再形成一个黑眼圈 为什么掉耳 耳根死了 不给这个木耳提供营养了 就掉了 菌丝不耐受超过37摄氏度的高温 季展军认为 就是那几天的高温晒袋 让里面菌丝受到了伤害 当环境温度达到了摄氏35、6度的时候 包裹一层塑料膜的菌棒 里面的温度已经上升到接近40摄氏度 导致菌丝死亡或者老化 死亡的菌丝不再提供营养 晒袋过后 老盐继续按常规进行浇水 没有菌丝连接的耳片 从根上开始腐烂 潮湿的环境更让杂菌趁虚而入 导致菌棒开始恶化 晒袋的愿望本是为了菌丝恢复 北承响却起到反作用 这晒袋让颜艾生心生了困惑 东北那个寄水 完了就是也让我们塞袋 这个人的寄水 我们农民也不能不听人家的 我再给你讲一讲 为什么要晒袋 晒袋有两方面作用 一方面 经过一段时间生长 木耳表面的杂菌细菌 就是霉菌和细菌 和菌袋表面的霉菌细菌 通过太阳光紫外线杀死掉 这是一 这是一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 通过让木耳干 木耳干让菌丝恢复生长 让菌丝复壮 季老师强调晒袋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晒 用紫外线杀死菌袋表面杂菌 其二是干 停水后 让菌丝能呼吸到氧气 恢复生长 晒和干 都是为了菌丝更好的生长 似乎又是分不开的 中阳木耳生产剂 一般会赶上夏季 加上今年当地气温特殊 遇到高温 这晒袋究竟该怎么做呢 正确晒袋的方法 比如说今天温度不是特别高 二十七八度 那我通过 我把这个正阳往上卷起来 靠太阳光紫外线 把这个表面杂菌杀死 这情况下你晒蛋要晒啥 只要这个木耳干了 只要木耳干了 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当气温二十七摄氏度左右时 阳光晒一到两天 看到菌棒表面剩下的木耳发干 就完成了杀菌目的 菌丝素状 这种情况一般的需要 最少要需要五到七天的时间 知道吧 而且这五到七天 就和太阳没关系了 就抓紧把这阳网放下来 遮掌让这个温度低 不给它浇水 只要木耳是干着的 让它痒 在二十五度的时候 它腹状的最好 在三十度的时候 三十一度的时候 那腹状的会差一点 它需要时间要长一点 木耳高温期晒蛋第二步 盖上遮阳网 阻挡高温 停水五到七天 完成菌丝腹状的目的 首先就是在学习技术的时候 一定不要学死 就是不要升班硬套 那比如说有一些 东北的种植经验 有一些黑龙江的种植经验 那当然这些经验是 在当地总结出来 是很好的一些东西 但是切记 就把它升班硬套到这个 比如说搬到山西来 因为两个地区的这种 气候环境啊 节气变化呀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就是在学技术的时候 就是要既之其然又之所以然 氯的比较严重软的 比较严重的这个菌棒 能卸下来 尽量就把它卸掉 它健康的时候 就像人一样抵抗力强的时候 什么病害对它都没问题 但是它出过一潮 或者是两潮碼 它这种虚弱的时候 它上面这种氯霉下来 就会给它感染 针对目前大棚里的状况 技占军让延爱生抓紧时间 把已经变成绿色的菌棒清理出去 以防砸菌进一步地传染 对其他的菌棒 目前先停水遮阴 试一试附状 五到七天甚至七天更长时间 就原则上是把这个菌棒 仰硬为止 菌蛋如果硬了 代表这个菌丝它撞起来了 然后就可以这个浇水区管理 还可以出一部分 在同等的调节 同等的气温 这个是初二的时候 为啥人家的不红羹也不上 那个菌棒不坏 为啥我们的坏的 这个我相不同样 七天后的情况还是未知 延爱生看到周边也有种植户的菌棒 同样经过了高温晒袋 却没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 心里还是没能解除 菌棒早有问题的怀疑 去年十一号出的这个菌棒 十一号到我们拿菌棒 结果六个月了 这是不是94老板 你可以查一下 一个是查一下工厂的生产记录 咱们卸一个菌棒 我们卸一个这个啥硬一点的菌棒 回去做个小试验 试一下这个菌是活性还是啥样 然后找一个 明白延爱生的疑虑后 季战军突然也想到了一个试验 他决定也让老延和他一起去 亲眼见证一下过程 也许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三天后如果断开的菌棒自主修复了裂痕 证明菌棒还有活力 就还可以出木耳 探访他人的木耳基地 颜爱生挑出人家木耳什么毛病 这个出得不起 没有能出得起 你看 你可以看一下 试验揭晓 这个在菌丝和菌丝掌握 对 菌丝和菌丝连接到一起了 他能否给颜爱生带来希望 欲知详情 请继续收看 木耳副壮记 一早按照乡土专家的建议 颜家父子抓紧把已经变绿的菌棒 从线上摘下来 以免传染其他的菌棒 邦小哥和纪战军 再次来找颜爱生 颜爱生带 你好 颜爱生带 你好 颜爱生带 去忙着了 哎呀 现在看这个 这菌棒也落得 不出耳的了 把这些 这些坏的扎着 不要干扰的 那好的嘛 坏的都扎下来 扎下来 让这好的再长嘛 今天跟季老师一起过来 季老师说 还想带您去个地方 咱们过去看一下 其他种植会菌棒 好的 好 谢谢人家 景业 湘土专家纪战军 带颜爱生前往距离半个小时车程的另外一家基地 这是一个90后的小伙子王龙管理的 这十几个大棚现在正在出尔阶段 很可做道理 还有天润 进到基地 看了木耳棚 颜爱生 明显感受到了不同 这个看这个挺好的 这个出于一两面就得没问题 上一两面 这个没问题 没有出现绿的 也很少 您这边大概是绿的比例 比例很少 一盆也就要十多二十个 一盆算了二百个呢 不算多 我告诉你说 但是您说一盆两百个绿的都不多 不多 我告诉您 那个挺正常的 您这边是一盆 十到二十个 十到二十个 三米六 这有三米六 有三米六 大棚里 除了很少能见到不好的峻邦 颜爱生也发现了这个木耳棚 在高度上也有不一样 高度闲闲闲 第一上 你高度矮 而且你还掉了八个 你看它是三米六的才掉起了 对 你看它掉起了 高度多了 你看它掉起来之后 上面有多大空 你看到吗 你看它是掉完之后上面 它上面这一块空间很重要 因为热空气是往上走 上面这一块它是一个缓冲空间 缓冲空间越大 它这个下边的温度会越低 就慢慢在下跌三水 下跌二水 上跌三水 木耳大棚高度高 峻邦密度小 就能让大棚保持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控温度 既能抵御高温的风险 更能提升木耳的品质 就是来年我建议捡到七个 就是要钓 我问你 不要钓八个来 我明天钓两个可以 而且这是绝对角包再行 铺子长期 再一个铺子比我们建的高 一个铺子比我们建的长 铺子一高吧 那个通风相当于好 这一点是对我们学学的 除了看到人家的木耳 是结结实实长着的 颜艾生还看出了另外的问题 这个儿出得不齐 没有 出得齐 你看 对 这地方就不愿意出 那么第一次铺子出的就是 有白红子六十的全部出出来了 对 这现在也几个了 你数一下 这个 这个现在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嘛 最多三十 对 白红子 这都出了三十 我那儿第一次可能就出了六十 对 就是出啥 出到这种水平 这就是很高明的管理方式了 就是不要让它一下都长出来 一下都长出来之后 它这个对一个菌蛋的营养消耗过大 而且这种消耗过大 是它最虚弱的时候 你那菌蛋还有赶啥呢 你在它最虚弱的时候赶上高温 那就要了命了嘛 是吧 就是它如果不虚弱的时候 这个高温还可能挺一挺 原来 在吊蛋上面啊 一次爆发性出耳 这个问题很大的 烈度太大 这个容易轰钢嘛 对 我们今天可能在那个 介绍着那个 出耳出的太齐 一次性轰钢 对 所以说催牙时候催齐 然后控水 让它分着长起来 我以为这个纪录寺的讲解 跟他在干了几天 其实这个 轰钢可能没有问题 还是属于计时的问题 就是让它出问题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下午 闫爱生又带着儿子 再一次来到了王龙的基地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交流更多的 是种植上不一样的地方 不知不觉 天色已晚 木耳晒袋期间遭遇高温 导致菌丝受损 加上木耳菌榜种植密度高 通风不畅 导致杂菌侵入 使得颜爱生的大鹏 吊袋木耳 产量不乐观 在逐步帮助颜爱生 认识到问题的原因后 乡土专家冀战菌做的小试验 也到了出结果的时候 颜爱生严密菌决定 一起去看一下试验结果 试验虽小 却也意味着正在腹状的菌棒 还能不能再出一些产量的大事 它基本上现在是 它已经是 都完全长在一起了 你可以看一下 出来的像二三不是 这个裂口还能看得到 对 裂口 这个裂口看得到 这个在菌丝跟菌丝长住了 对 菌丝和菌丝连接在一起了 它在外面会过来比开的 弄得脚一样 弄得这一块 它一把它掰开 你会看得见白白的菌丝在里边 就是两个菌丝连在一起 掰开看一下 那咱们把它掰开 现在这个菌棒也会 对 还是很壮的 而且就少说它继续还可以出卖 对 对 对 那我当时还持久 我现在这 我这菌棒十多的就是 看着那个菌丝死了 通过今天看 那个菌棒还是挺好的 看到菌棒里的菌丝腹状 颜爱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湘土专家季战军 又带父子俩参观了自己培育 驯化食用菌的温室 那么现在这个房间里边出的这个 叫鱼黄膜 鱼黄膜 鱼黄膜 学名叫什么 叫金鼎侧耳 就是它是平估的一种 它长的话都在上面长 看一个狗在上面长得起一朵 这是不是不能阳光晒 对 不能阳光晒 全是黑的里面 不是 它要有一点光 但是你不能全光 就遮阳碗盖着那种情况就行了 这是灯光一直开始 灯光是分时间段开的 根据这十度设定一个十度 它会自动的 自动的 对 感觉的胳膜 那些感觉它这上面像雾一样 对 就像在外面那个雾的那个 那个感觉一样 对 一次长一短 食用菌品种工厂化生产的设施 让严家父子大开眼界 白木耳 也叫玉木耳 不然产量高好管理嘛 用咱们话说它比较皮实 40度以下就得买 42度左右它就不行了 技术还挺好的 它对这个种类的专业 专门研究这种类 它现在主要专业就是 研究这个河门 跟着苹果 我看到它在上进行挺强的 人家挺年轻的 季老师 你这个食用菌 搞这么好 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介绍给我们一下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一下 好的好的 这个技术一方面是来源于学习 也就是通过一些书 请教一些老师的学习 另一方面就是一个经验积累 经验积累很重要 季战军在食用菌行业里 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失败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40万摸全摸费就7天的时间 白白的菌麻 就是养的白白的菌麻 就一下就全摸费了 让满虫把菌丝全部都吃没了 刚创业50万块钱 就是在10年那会儿 50万块钱是很值钱的 季战军2010年就开始创业种植黑木耳 学生物制药的他 也曾在种植的过程中 经历过7天损失掉50万元的惨痛 也是从此季战军更加专注研究食用菌 为了制虫开始养虫 为了弄懂食用菌习性 钻山林 跑野外 也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从那次发生满虫 我就去研究 我自己养了三年满虫 我看它哪种药对它有效果 它繁殖 它如何繁殖 结果在食用菌这个行业里边 我现在基本上是满虫专家 你一开始种的时候 感觉这东西成功很简单 但是你做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技术稍微管理上不去的话 稍微差一点事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损失 慢慢地你就会怕这个菌 你就会害怕地 对它产生这种敬畏的心理 也就是每天去 要心意义地去做这件事 自己并不懂技术 这个科学是挺深刻的 什么深刻 一个吧 要在世界中体验它 再一个就是 这个科学的这东西 目标是自己去好 它懂技术 还有失败的时候 就是我以前想的太简单了 觉得 就觉得 有 县里面派技术员 我们就一定没事了 靠别人 光靠别人 自己懂的技术太少 接下来继续干 继续干 我要多学习技术 停水七天后 乡土专家纪战军带着东西 再一次来到了颜爱生的木耳棚 停了七天了 咱们今天啊 看这嘴巴状况 因为它也有点 有的也都变硬了嘛 咱们可以浇水试一下 但是在浇水之前啊 咱们要给它喷一点这个营养剂 你带着点药啊 对 我给你带着点营养剂 好的 谢谢 试一下 这个我们是纯天然的呀 你喷上这些是不是有负责用了 这个也是纯天然的 一个是维生素 一个是氨基酸 对这个人身体是没害的 黑马耳牙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通过喷了之后 恢复一下这个耳牙的活性 维生素和氨基酸 也是人体必须的有机物 调配这样的营养剂进行喷湿 促进菌丝形成新的耳牙 是挽救木耳菌棒的一种方法 来 激战菌还带来一些 物化效果更好的喷头 让颜艾生更换掉原来的喷头 看看效果怎么样 用新喷头对木耳进行喷灌 可以达到死牛毛细雨的物化效果 这也是保证木耳质量 促进增产的一项措施 他对这种技术也好啊 心理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好 他很快 就转变得很快 以这种精神去做 还有这种转变学习的态度来做的话 这个事业发展一定它是比现在还要大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甚至可能成为 他这一片的这种技术类型的带头人 整改完成 此次的帮扶也告一段落 虽然还未知颜艾生能弥补多少木耳产量 但通过这次帮扶 颜家父子已经坚定了种好黑木耳的信心 他们要继续为旅梁山区的乡村振兴 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呢 这一块呢要缠点小小 要缠了一点木耳 缓缓了一点 是 又缓缓了一点熟熟 经理们呢 你现在县里开始拍胸 今天才有拍胸 这个是好的向这个技术院学学 去科学 来为了整治这个木耳这个观察 如果没有科学 这个就在做干不成的 这个是绝对的干不成的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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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与不好吗 好的 咱们从三个方面来判断一下 第一个就是颜色 优质的黑马 它这个颜色上面 首先是一个正反面明显 那么正面颜色越黑越好 背面一般呈灰白色 而且你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一点小的绒毛 比如说这个马 你看一下 它就很典型的特征 正反面明显 它的芯里面是特别黑亮的 对 然后它的背面是灰白色 灰白色的 这种品质比较不错 对 而且你看背面 好像还有绒毛一样 是 第二个就是厚度 什么厚度合适 厚度就是没有办法亮化 我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去卷购马的时候 这种厚的马 比较厚的马 你把它放在手里使劲钻 你是钻不碎的 但是如果薄的马 你这一用力 它就碎了 特别脆 对 它就特别脆 但是这种厚的马 你可以试一下 你钻 这个钻是钻不碎的 没伤 都扎我手了 我手都扎出这印来了 看 但是它那种 但是它不会碎 对 第三个就是大小 买马的时候 基本上原则上 是买越小的越好 因为小的马 它是采摘也比较及时 而且营养成分呀 口感上面 都是比较适中 比较好的 这种东西 是钻的 嗯 都摇不见了